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4小时不间断拍摄观察 两天一夜的生活体验 两位准女婿能否华丽蜕变 最终得到未来岳父岳母的认可呢 中国式求婚稍后为您精彩呈现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这一季的中国式求婚 我们先认识一下两位被求婚的女主角 大家好 我叫王小燕 今年25岁 来自北京 我男朋友叫李北辰 今年26岁 大家好 我叫谢琴 来自四川 今年24岁 男朋友是Michael 23岁 Michael是哪人 美国 美国人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个嘉宾呢 就跟美国有点关系了 咱们开玩笑说她是这个 叫北京人的美国女婿 豪操 大家平常熟悉的一个演员 豪操这个嫁到中国来多少年了 17年 下面请我们的这个两位这个准新娘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给你们男朋友的任务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让她 让我的父母他们考验一下她 然后看她就是能不能赢得我的父母的喜欢 不仅仅是我的父母 还有整个亲戚 父母喜欢就行了 为什么是整个亲戚 因为我在我们系列家是最后一个孩子 就是用老人的话来说 就是香火就在我这里了 所以大家把我看得很重要 你的这次的任务 我听他们介绍说就比较苛刻了 是要男朋友减肥是吧 怎么会是这么奇怪的一个任务 她呢原来曾经瘦过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时间很长 今年是第九年了 然后呢她以前挺瘦的 然后我们还希望她能变回像原来一样 25-9 这倒是 16岁就在一起 上高中的时候 高中同学 是高中的时候就谈恋爱得到了认可 还是说 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给我的意见 就是不支持也不反对 就说只要你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 就说你可以顺其自然的发展 有担心吗 她去完成这个任务 挺担心的 为什么 因为她吧 就是虽然是北京人跟我一样 但是呢她这个沟通起来还是有困难的 她比较内向 她觉得那个就跟我父母在一起两天一夜的生活体验 她觉得对她来说是有困难的 她起码要取悦我的父母 让他们认可她才可以 减肥本身呢 她挺认可的 但就是没有毅力 她说过一句宣言 说的是减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吃不饱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然后会问我能再吃一个汉堡吗 对她来说可能吃比减更重要 对吧 对 你应该没有担心是吧 我觉得她是个很自信的人 然后即使他们语言不同 然后她会用各种肢体语言也好 然后其他什么方式也好 就会想办法让我父母明白 然后她也就是很聪明 所以我对这方面不会担心 四川女孩谢勤 深爱的男孩叫迈克 一年前从遥远的美国品丝堡来到北京 相恋仅仅七个月的一对恋人 便迫不及待的要步入婚姻的边桃 于是今年五一小长假 谢勤把迈克带到了四川自贡的老家 虽然两人的爱情得到了长辈的认可 但对于想步入婚姻的谢勤和迈克来说 还有一道不得不卖的坎儿 这就是谢勤的爷爷提出的非常中国的要求 迈克要娶谢勤必须得到家族所有人的评论 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的美国青年迈克 要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 在没有谢勤的陪伴下得到谢勤家族的认可 困难可想而知 不知是谢勤的高招还是迈克自己的主意 他选择了谢勤奶奶的生日 作为自己谋求家族亲人认可的开始 爷爷喜欢喝的酒 奶奶的生日蛋糕 该有的礼数一样不少 与此同时 谢勤的奶奶的寿宴也在亲戚的帮助下紧张地筹备着 就在从村口到家里的这段路上 迈克相继遇到了谢勤的亲戚们 虽然只是短暂的交流 但语言不通 使得这短短的交流都变得困难重重 这位是未来的女婿 她是个娃海棍 哪儿来的说的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我住在北京 北京啊 我是迈克 我又看我 谢谢 你帮着妈家 你们忙吧 那行 拜拜 中午过来去中午吧 好 拜拜 拜拜 这是我爷爷家 我是在这里一直长大 到初中才离开 进入谢勤奶奶的生日宴的现场 亲人们的热情 让语言不通的迈克 一下子 对 因为以前爸爸妈妈在外地 这是他们一手带的 外婆 外婆 谢谢 二娘娘 我是迈克 但是考验也随之而来 来来来 我先 姑婆 你还没吃饭呢 吃饭呢 再骂一锅 身为组长的爷爷 其实是希望通过 让迈克找谢勤的姑婆 让村里的乡亲们 也都知道迈克的存在 同时也想看看 这个年轻小伙子 是否激励 什么都没懂我 你们也够坏的了 让一个中文都说不溜的 别说就是我不说他溜不溜 就什么都不明白 人去找人这个事 你们怎么想 爷爷他们意思是 当时天又很热 然后都中午了 然后迈克好像当时是没有吃早饭 然后希望看他有没有这个心 然后会不会有耐心去把就是亲戚找回来 就是找到不是最主要的 这个过程很重要 你男朋友北京人对吧 北京人 那北京话绝对流利对吧 流利 他跟你父母沟通的时候怎么样 不流利 就是我们仨在聊天的时候 他很难加入到我们中间 你有没有用过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私底就会跟他说 我说那个你不要在我们家别那么拘谨 他可能有点紧张 我说你别紧张 别那么拘谨 你们不是从高中开始 对 他就生五年了 怎么还紧张他 但是他很少来我们家 就是我们的进展比较缓慢 去过几次 可能去过五六次 一年不到一次了 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 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传统 就是我确定了 说我比如想跟你在一块 以后一直会跟你在一起 想要结婚 想要结婚有这种想法 可能才会带到家里 已经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了 对 他之前有过减肥吗 有过 他已经减了多长时间 坚持了有两个月 有两个月 坚持了减肥了吗 减了几斤 估计吃一顿就全补回来了 为什么减不下来 你观察过吗 就曾经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说要减肥晚上不吃饭 坚持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的邮箱里收一封邮件 是麦当劳发来的 那天晚上一共是108块钱 我记得是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晚上十点多钟 点了108块钱的麦当劳 这到底是跟谁吃的呢 我觉得我不太相信是一个人吃的 吃了什么呢 两个套餐 外加了两多辣翅 这到底是一个人吃的还是两个人吃的 后来经证实 他妈证实的 是他自己一个人吃的 你父母认为身材很重要吗 他们自己在意身材的保养吗 他们还挺在意的 就是每天都会去健身 你父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生活方式 他们俩平常就是每到周末都喜欢出去玩 特别喜欢郊游 不喜欢在家里待着 你男朋友呢 他呢就是比较 喜欢出去玩吗 不太喜欢 比较喜欢宅在家里 除了吃九十睡 画面中这个憨厚的小伙子 名叫李北辰 从高中时代 他就和女友王小样开始了恋情 一晃十年过去 就在两人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 女友的父母却突然提出了 让李北辰在三个月内减肥二十斤的 净乎苛刻的要求 我们家没胖人 我女儿呢 要个有个要模有模样 你只有减肥了 才跟我女儿搬配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被要求减肥的李北辰 不但一斤没瘦 反而还胖了无尽 所以我跟小样他爸商量了一下 无论就什么方式吧 一定要帮他减肥成功 于是在一个周末 准月父母决定带李北辰上山 实践为他量身定制的 为期两天一夜的减肥计划 打算好好练练 没想到训练还没开始 李北辰就彻底的 扭闹了准月父母 你怎么喜欢睡的呢 李北辰 李北辰 臭小子 这几点了 都几点了你还不起 气死我了 跑着睡懒觉来了 这还能减肥吗 把他撑拿过来 快 快进来 快点 看看你昨天有没有变化 你伤了 快点快点 你自己看看 这是我说的你吗 你看看 你这样吧 今后再好想惩罚惩罚你 一会儿做二十个 养活起步 你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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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先量的那种 吃早餐呢 坐二十个 你这不行 把被子拿起来 来 坐 你看看你这个 解 一个都气不来 很轻松 他不会做养活起座 你自己做 二十个拿 我爸是每天早起座活成 我看你这胖子 怎么得了啊 这个 哎呀 看 早上还没醒 他怎么会 那你什么时候做 你打算想什么时候做 吃饭还是不得 吃饭 吃饭 你不是肉又长肉了 你更做不了 我问您 您做又看看您能做吗 刚起来的做 我给你设置任务 我还做不了 来 你看我的 快快下来 来 穿着鞋 来 看我 穿着鞋 来 测费劲 我这给你做 看 你试试啊 你试试啊 起来 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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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掉 你看 你看 又在那里睡一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我说起来 对吗 哈哈哈哈 你们俩这笨蛋 快快起来 我试着看 我看起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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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不20 我做10个应该没问题 应该超过你俩的 来 那你 是不是 你说我们俩笨 你来 我试试 行 来 开始啊 嗯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这两下子 你妈厉害 真可以 哇哇哇哇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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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吃什么样子 你俩吃什么样子 是 我们俩吃 瞧你们俩这笨劲的 俩人这都不行 你今天中午也别吃饭了 你俩吃饭了 你俩吃饭了 来啦 坐吧 我自己点一下 像我妈 吃饭了 吃饭了 你俩做饭了 好嘞 今儿干什么鲨鱼就会好 吃饭了 他真不爱吃饭了 那么多 这就是他自己的 吃饭了 能吃的饭 他吃的特别多 尤其是早上 一天把这个 烤掉了 所以要控制他的食量 怪不得你这三位都讲不下来了 连话都顾不上说了 这种肚子 这种肚子就是永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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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还有吗 还有吗 行了 吃吧 高老庄 太傻了 怎么样 吃好了吗 吃饱了 我 我 你才对我三天的两天 没有 吃饱了他要立即减肥用 好了 增加点难度 增加点强度 走吧 好 早饭刚刚结束 一场春雨不期而至 准月赋临时决定 将训练放在雨后 雨水让山色更加清洗 却让之后的减肥计划 越发泥泥和困难 谢谢 给你两分钟时间 看周围有没有酒瓶子 找点 下边了 去吧 你倒是快点走啊 快点 你看他这边 我咱家闺女 没看错到 我实在 酒医憨好 马上 叔叔 快点 他找着一个哪成啊 接着找 到附近 接着找 快点啊 你看他这边 真是有点狗胖 叔叔 好 俩你这是糊弄我呢 接着找 您要多少啊 最少得一箱吧你的 一箱 你再俩 我说完平时 他就吃不了饭 这两天 他盯着什么 行吗 叔叔 我妈问你一下 哪有这个 酒瓶子在后面 好 好 好 他盯着你 那行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一大小伙子 行 看实际情况来说 咱们制定的计划不能半途而为 行 快点 您掐着表呢 快点 好 好 叔叔 屏子拿下来了 你知道让你拿屏子干嘛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只是你这两天的干粮 干了 知道吗 你看看 看见没有 这都是你喜欢爱吃的 你看见没有 这么多 爱吃吧 想吃吗 把那都贴在瓶子上 贴上 然后呢 那瓶子干嘛使 你这么多话 那我等 赶紧贴吧 行 好吧 我去那洗手间 一两天一天 看来粘的怎么样 粘完了没有 对 北辰 怎么样 你粘好了吗 先把瓶子装好了 关着 走 今天咱们 进行第一项 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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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这箱子和鸭子 还有那个瓶标表 拿过来 行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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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咱们的计划 最佳小大 对 一会儿 你想吃什么 你干什么 我去拿一个 你不爱吃排骨吗 黎北辰 来 借我一下 来 好 慢点 慢点 你先等会儿 我先去 把瓶子先搁上去 您把瓶子搁上去 您把瓶子搁上去 对 按着等着 好 好 这么高 这么高 这还不高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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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看见了吗 想吃排骨吧 上边把那瓶子拿下来 对 我刚才几分钟用了 29秒 有那么快吗 我掐表示 下来呢 没算下来 就上去了 29秒是必须的 我一分半钟 你那比我年轻 你这 你一分15秒 好 去吧 别乐 我给你计时 开始 几十 开始 太慢了 魏晨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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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下来 下来有件事忘了 来 来 这给你带上去 让你加强锻炼 来 你怎么还带着这个 把这个绑上 把这个绑上 好 今天要这样 行 计时呢 赶快吧 还是计时 快 快 快 这晚上吃了排骨了 下来 我就忘了 忘了 站稳了 下来 来 我看你渴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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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老胡锻炼 你看看这汗 你看看 真的 真的 真的不为辛苦你了 但是 没办法 排骨就有了 咱们接着去 没别的东西了吧 不会再有了 不用再喝水 没有了 绝对没有了 绝对没有了 再有叔叔替你爬去 就这一趟 就这一趟 就这一趟了 快点 加油 排骨马上就有了 好 就等着晚上吃排骨吧 快叫 好 加油 怎么了 快点 咔不动了 按着规则 这排骨就没有了 四分三十几秒 我给他使了一个换 我就是想让他多跑两趟 断了断他的意志 而且增加他的运动量 让他减减肥 少吃饭或不吃饭 没想到这小子最后还真没爬上去 我还有点失望 刚才那个菜没吃上 这会儿你挑一个 给你来一个 给你来一个 来一个辣子鸡丁 来一个辣子鸡丁 这菜好 好吧 辣子鸡丁 行 好吧 来 加油 来 开始 停 多少钱 162 这么多 有那么多吗 这能装 我能垫这么多 你来 好 等会儿 我小时候垫这球一直挺厉害的 我一分钟三分钟都不断 然后能垫好几百个 准备好了吗 嗯 开始 李北海 你吃过那个辣子鸡丁吗 吃过辣子鸡丁吗 吃过 吃过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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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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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你跟小燕去福建去几天 去福建去几天 上厦门 下门 去几天 去 10 10 10天 10天 到那儿都玩什么了 都上哪儿了 走 玩爬 爬 爬 爬什么 土浪雨 还有哪儿 还有 好 好 到底吃了 等会儿跟你说吧 停 92 有不少 除了给我打岔 不少可以 我觉得真对不起 不好意思 今儿这菜又没了 叔叔明显是耍赖 那不是 您老干扰我 我怎么干扰 你干扰我 好吗 你干扰干扰我 行吗 公平体验 你随便问我问题 我再给他擦一次 再进一次 好吧 行吗 开始 这不变得挺好的 行吗 行吗 行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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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什么也没用 是吧 菜又不行 就吃不上了 停 是吧 是吧 不报数了 不这么锻炼 不报数了 一次没坏 不报数了 你男朋友怎么那么爱 说话 他就是可能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 他父母都是警察 然后从小可能在家庭环境里边受影响 就是比较闷 不爱说话 他在支持训练计划 对他还是有好手法的帮助 是吧 帮助肯定会有 但强度还不够 不够 不够啊 不够 这鱼又肥又大 看着就有动力 我觉得刚才比的那些挺锻炼人的 但是我觉得捞鱼更好 咱要不比爷爷捞鱼 是不是饿坏了 像吃饭了 其实捞鱼挺费劲的 是吗 怎么个地方 我练了半天抓鱼 一会儿就抓了两条 这事一定能用 就拿抄子捞鱼 然后一分钟 先试一分钟 这样吧 我觉得你以前练过 你年轻 你用手抓 我用抄子 因为你年轻了 是吧 我用抄子 你用手 用手抓 因为你年轻了 你肯定比我有经验 抓鱼 是吧 那也行 好吧 那看今天你抓鱼抓怎么样 可跟今天你吃饭 抓鱼 你想赢什么菜 咱晚上就吃这条鱼 行 行 那我满顿你也行 好 一分钟 看你俩先捞得多 太行 加油 加油 走鱼 去直了 哎呦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别给我下鱼那没有 走 哎呦 这抄子去 这抄子去 这抄子有什么力 到了吧 哎呦 弄一大鲤鱼 你还挺棒的 到了 到了 鞋子 鞋子 一条 一条 好 一条 这一条给弄回去吧 我得弄回去 好 松手 松手 等会 找位置呢 这回是真要吃菜了 真得 כ Cup 一条 加油 两只手 加油啊 倒计时了一会儿 那不两条EM-nya就在你眼前呢 加油 怎么摸都摸不着 都在这儿了 那不是在面前吗 两手 倒计时了 我问问 你男朋友 你看你父亲让他去找酒瓶的时候 他是什么都没问 然后让他做所有事 我发现他都不问 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吗 对 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就是不喜欢说话 也不喜欢问问题 那他这个人平常有生活的情绪吗 或者乐趣吗 有吗 他我觉得他就可能想到东西很少 他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 我们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 我第一个生日他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说生日我应该跟你一起过 就是我过生日 某个打电话 我说今天我过生日 我说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啊 怎么了 你教训他了吗 后来我就很严厉的教训他 我说生日应该至少 你应该给我打电话 跟我祝福一下 那你男朋友看到他梦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特别不一样 很外向 就是特别浪漫主义那种 然后我跟我男朋友都是那种人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酒吧 就我在那跳舞 然后他跟朋友一起看到我跳舞 然后就开始过来跟我说话 当时我跟我一个女性朋友在一起 然后后来晚到很晚的时候 我们就回去 她就想跟着我 想着我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 然后她就把我女朋友推开 推开后就整张脸特别笑的 特别开心的就跟在我后面坐上的车 然后我就把她推了出去 然后她第二天晚上又对又做同样的事情 又跟着我上车 然后她刚开始以为我是不真实存在的人 就是她问别人要了我的微信 我把微信给她 她就老找不到我 就别人能找到 她找不到我 也加不上我 然后后来是有一次 我要了她电话号码 就是跟朋友要了她的 然后就给她打了电话 然后她当时在上课 就上课的时候是不能出去的 下面坐的是孩子 她以前教孩子英文 然后她就接到我电话 就看这个电话 就是显示是我 我就跟她打电话说 我说我是Mila 就英文名字 我说我是Mila 然后她就特别高兴地跳起来 然后大吼就说 这个女的是真实存在 然后她就不管下面孩子 就直接冲出去了 就把孩子扔掉了 对 追了仙女 你那会儿追你老婆说也这样吗 那是我老婆追我的 我刚来中国那时候 因为我中话说的不利落 比较孤独 所以我找了一朋友 我说你那朋友 有没有好一点的朋友 能给我介绍一下 然后她朋友说 正好 我有一个胖朋友 我给你介绍 然后介绍了 正好那天晚上有问题 我去了 将来媳妇也去了 问题是以前女朋友也去了 那会儿你跟人分手了吗 差不多 还没分立足 就差不多分了 然后呢 然后她过来了 跟我们坐在一起不走 就是就废了 我就不走了 到最后我没办法 我只能跟媳妇说 那这样吧 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咱们俩明后天通过电话 我给你送上车 然后我把媳妇送上车了 我回来 我说你怎么这样 她说反正我成功了 走了 我以为媳妇就会结束了 就说这太乱了 就不要这样的男人 太坏了 第二天给我打了一电话 说解决了没有 我说解决了 他说行 那咱们见个面吧 其实是那个人我喜欢的 因为很多女孩 她就是不敢那样 但是我媳妇她看到了一个她想要的东西 跨国恋的特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得勇敢 总得有一个人是勇敢 对 网友馆 你看 网友馆 你好 我要去这里 你哪里啊 请告诉我怎么做 你不是怀疑 你不是怀疑 你很怀疑 你叫亲爱的 这太可爱了 直接给小孩一下跑 哈啰 你好 你好 我要去这里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从这公路一直出去 再左转 好的 谢谢 没关系 你好 我要去这里 请告诉我怎么走 去哪儿呢 走开场啊 这里 对 这里就转去国家开 这里就转去国家开 好的 谢谢 还让我这么问他肯定找不着 对 这怎么着 你什么地方 对 他没给他写那个本地人的地方 我看那地图讲没写 没写什么东西 姑婆你在那儿 他就等于瞎撞了是吧 姑婆 可以 可以 命好 你好 姑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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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o see you again 谢谢 姑婆 谢亲姑婆 对不对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走路 爷爷奶奶在家 我们吃饭 可以吗 她和她 会在我妻子的家庭 你想跟我们一起吃饭 对 刚刚他们答应过吗 走吧 好的 不知道是迈克聪明还是幸运 拿着爷爷画的一张 谁也看不懂的地图 不仅把谢勤的姑婆找了回来 还带回了一个对她的未来 有很大影响的村里热心小伙 爷爷非常满意迈克的表现 这个小小的考验 也帮助迈克获得了一份 亲戚们的好感 你好 这是这个 你来跟我点 白酒 也白酒 也好 祝 σας 我愿意 谢谢 我愿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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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和多少度呢 五十多度 我的奶奶 对 我的奶奶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六十度 三十六 三杯 三十六 给你三十 好多啊 一十 五十 来 好啊 这已经有反应了 不是 你看出来 这是终于看着 连的王了 你必须给大家多说一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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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现在 是的 好 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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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好的 好的 生日快乐奶奶 生日快乐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Cheers Cheers 我的奶奶生日快乐 好 吃吃吃吃吃说这一句啊 对 你必须给大家多说一个读 谢谢 我还有什么要说 你要耍着 你要耍着 迈克越喝越兴奋 借着酒劲 他召集大家 向大家来表达他对谢琴的爱 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 让亲戚们能够了解他对这段情感的认真和坚定 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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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注意 注意 哈哈 我说 我说 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 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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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碍令亲友们坠入了云里雾间 最终选择各自回忆 就不想说了啥子 就觉得很像我一样 就觉得很像我一样 我试了 但我感觉他们不太明白 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说普通话 而很多人不明白普通话 也当我终于说 他们只是坐在那里 想着我说更多 但我已经完成了 我已经完成了 这让我感觉 他们不明白我说 但此番情景 并没有浇灭麦克的热情 他唱起了 一个人给哪来庆生的独角戏 这也太尴尬了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珍珠美白 美副专家 青润珍珠 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珍珠美白 美副专家 青润珍珠 提醒您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麦克面对语言的巨大障碍 他将如何与女友的亲戚交流呢 他的真情告白 能否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呢 王小燕的男友李北成 在深夜私自行动 他到底在预谋些什么呢 在第二天的体验中 他将先后经历多个项目的魔鬼寻流 爱吃能睡的他 能否挺过这些关卡 赢得准月父母的认可呢 下周中国式求婚 敬请关注 我的那个他有点像家伙 无奈他的梦说了很多很多 有房吗 有茶吗 家里瞧见 不与忙 我的那个他有点像家伙 无奈他的爸说了很多很多 任性吗 靠苦吗 家里父母 难缠吗 我的那个他有点像家伙 无奈他对我说了很多很多 爱我吗 恨什么 未来还会 恨什么 你看每个问题都好难答 你看每个问题都要回答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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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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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嫁给我 九朵玫瑰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九朵玫瑰提醒您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欢迎收看由中国天然花质饮品 开创品牌九朵玫瑰 和因为真珍珠 所以真美白的 珍珠美白养夫专家 金润珍珠联合冠名播出的 中国式求婚 本来目由中式家具 家装领袖 联听红特约播出 中国式求婚 由中国黄金视频 诚信重度第一家 孟金人手机赞助 登陆乐视网 乐视移动客户端 搜独视频 腾讯视频 迅雷看看风行网 爱奇艺PPS 观看更多的 中国式求婚节目的精彩内容 登陆微博 参与天津卫视 中国式求婚的话题讨论 天津卫视 传递生活正能量